網購風氣盛行 在網購平台買東西方便又快捷 不過買買海宇竟然告訴你 你獲選VIP, 你以為榮耀張智 豈料原來騙你的錢這麼容易 有人因為這樣而損失過百萬 每個人, 可能他畢生很努力的 積蓄就這樣 就被人按幾個按鈕, 全都拿走 我不希望看到這個現象 辛辛苦苦吵入那筆錢 可以給家裡用 但總之現在, 錢都沒有了 陳太七十多歲的父親 最近收到一個自稱 是購物平台客服的來電 通知父親以成為特選客戶 取得VIP身份 VIP還滿心歡喜? 怎料背後竟然是一場詐騙遊戲 首先打電話給我父親 然後聲稱淘寶 已經入選了VIP計劃 需要繳交每年年費888元 我父親聽到, 當然是告訴對方 我沒有申請過要求取消 對方說如果要取消 就要親身上去上海淘寶總部 去取消戶口 否則所有的銀聯戶口都會被凍結 如果你不去上海 就可以去中環的銀行總行 去辦理這個取消淘寶VIP計劃 但是他有限時間的15分鐘內 又是不可能的 於是他就給第三個選擇 就是不要緊的 很友善地跟我的父母說 就說我們可以幫你在電話上處理 對方有說 我可以幫你處理你的問題 我可以幫助你 你不懂不要緊, 慢慢教你 他們就相信了 爸爸平時有幫忙開這個網購平台 買這麼久的東西都沒出過事 怎麼會猜到竟然有騙徒潛伏 他們首先就叫他拿銀行資料出來 開了一個新的虛擬銀行戶口 那些就因為都不需要審批 所以很容易檢查新聞證 就可以開到一個戶口 然後就叫爸爸把錢轉到這個戶口 再轉到一個私人名的戶口 他們本身的銀行都有一個限額 騙子是教我爸爸把自己的銀行限額提升了 提升了之後可能都有上限 於是騙子是教我爸爸設定了自行購買 每一條進入自行購買 就叫他們 因為由下午兩點多開始做到晚上十點 然後做了這麼多交易之後 他就叫我爸爸媽媽 你可以安心睡覺了 第二天再打給你了 其實我父母根本都不知道嚴正什麼 因為年紀都很大,他只是很緊張 要聽指令去做這件事 才可以不需要去上海 於是他們真的晚上九點多 就去跪完機那裡入張卡 其實他是透支 大娜娜超過一百萬就這樣被騙了 這筆錢是爸爸帶半身的積蓄 同樣都是養老金 如今一下子清零 一句說了 編徒連老人家的錢都不放過 真可憐 他也把自己的樣子拍到一張 很像專業人士那樣的樣子 一張銀行經紀那樣的樣子 他就寫自己是貴賓服務 變成了我想老人家完全相信 這是一個專業人士 幫他處理一些銀行上的帳目 完全是沒有疑心的 因為騙子一開始就說你不用擔心 這個開了新帳戶 你轉數過來 我會馬上轉給你 他有一次 就是轉了三個多 他可能因為這樣告訴我的父母 你看看那些帳戶是會進入你的戶口 然後他們就進入局了 第二天就發現自己的戶口都沒有錢 在裡面就知道受騙了 損失是有多麼嚴重? 大概有多少錢? 大概也百多萬 老人家儲蓋的積蓄 都被他們套光了 VIP榮耀不是個個有福分拿到 你自知未夠資格 或者你不想 天徒一樣會找上你 我接到電話 自稱是淘寶的銀行 說在我們淘寶買了 一個800VIP會員的計劃 每年888元的會費 我就很不想付這筆錢 所以我就馬上跟客服或銀行 說可以取消嗎 如果想取消的話 就需要駁線去到一間銀行的職員 然後他就… 後來幫我駁了過去這個職員 說可以幫我做這個網上取消 但是需要我名下 所有有做過實名認證的戶口 包括香港和內地的戶口 全部都報給他聽 一個電話你就相信 陳小姐不是沒有警覺 可惜坐在太過心急 那個電話 他就說是天貓客服的電話 然後當時我立即有上網 去搜尋他的電話 我看到電話就… 一眼看上去覺得是真的那個電話 我當時又很心急 所以我沒有很仔細地逐個數字去對他 仔細看看 除了開頭加了一個類似區號 對方的電話號碼 和真正的客服號碼基本一樣 除非你對數字很敏感 否則怎會留意得到 對方還勢出大招 把銀行職員卡片用Whatsapp 傳給陳小姐 為了要令我相信他們不是騙人的 把他們的公牌給我 展示到有他們的照片 有他們的名字和職員號碼 即使哪間分行的號碼也有 所以我真的相信他們的說話 拿到銀行戶口自然有方法提錢 結果陳小姐被握走四萬多存款 和五萬四千元的信用卡金額扣支 陳小姐唯有硬著頭皮向家人借錢 父母發覺不對勁 才驚覺自己受騙 想起自己 為什麼會這麼笨、這麼傻 一點也難靜不下來去想 去想他們到底說的話 到底有沒有彥點 或者像我家人那樣說 我收到這個電話之後 已經馬上打電話 回家和他們商量 我經常想到這件事 我覺得很後悔 陳小姐的VIP身分是假的 那卡片上 銀行職員的身分會不會是真的? 我們就向有關銀行查詢 找出他真身 因為如果是一些銷售的同事 我們就不會用手提電話號碼 去聯絡客戶 還有張智欣 我們沒有這個同事 員工編號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也以電郵向銀行查詢 結果是查無此人 人就找不到 錢就要繼續還 面對信用卡的巨額欠款 既抱怨又自責 現在就算做分期 每個月要付4500元 其實對於我來說負擔很大 每個月的收入不是太多 只有萬多元 每個月我也有供給補貼 差不多供給2千多、3千元 必要開支都要吃飯、交通 還有買日常的必需品 真的還要付這4500元 我真的…對於我和我家人來說 真的…負擔很重 因為我現在付了錢 還要像家人反過來幫助我 我就覺得我自己真的很笨、很無用 因為我媽媽真是一個… 很慘的人 所以如果她還要… 自己這樣四眼四下扮 也不願意買這麼貴的話 她還要來補貼我 我真的覺得… 很過熱,對嗎 修編 修編已成定局,無法改變 陳小姐能夠做到的 就是撕破騙徒真面目 減少陳小姐2.0、3.0出現的機會 我覺得他們的騙徒真的很可恥 他們有很精密的計劃 很精密的步伐 我很擔心會有更多 像我那樣的受害者 比他們欺騙更多的錢 就算我真的很不開心 很不想再提醒你這件事 我也很想讓大家知道 是曾經發生過這件事 讓大家可以小心提防 然後…